歡迎收看Embrace The Moment 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 現在就立即同大家重溫五場比賽精華 首先就同大家重溫冠中南區 在主場香港仔運動場迎戰藍華的比賽 這場球吸引了952人入場之前 場面非常熱鬧 上半場兩隊踢得相當緊囚 第一個攻勢來自藍山藍庫的藍華 回報三分鐘 高美斯接應隊友長傳之後 推到入禁區左路起腳 不過就被門將謝德謙撲倒 接著去到十三分鐘 梁子仲右路傳中 素殺頭錘高門 可惜不中目標 嘿嘿 他自己都笑了 之後去到三十四分鐘 這位球隊首席射手在禁區頂競石 門將梁卿傑脫手 馬高斯想去撿雞 零九說沒那麼容易 四十三分鐘 梁子仲右路大腳斬中 落點非常漂亮 由加拉到頭錘頂成一比零 也是這位空中霸王今季第四個入球 去到下半場五十分鐘 又是梁子仲右路傳中 可惜素殺未能把握 落去一球的藍華在七十六分鐘 得到一個罰球機會 由高美斯直射 不過又是過不了謝德謙的十指關 除了貫中藍區維持一比零的比數 擊敗藍華 全取三分 相信主場球迷對球隊的表現 一定非常滿意 都封龍斯2017第一擊就在主場旺角大球場 對戰港會 球隊今場收起盧高 羅伯濤和白鶴等主力 中場離家中今季 也是第一次正選上陣 支援雙箭頭基奧雲尼和洛迪股斯 他們在半流力之下 仍然上演了一場帶屠殺 開球段三分鐘 墨基交個漂亮球 被基奧雲尼輕鬆射入 話這麼快就為球隊先開紀錄了 7分鐘又棄墨基左攻 由洛迪股斯禁區內中路 體道定射成2比0 18分鐘這位入球功臣 在中圈大腳粒射 僅僅中微角 後面之後未有放軟手腳 57分鐘 基奧雲尼右路撕射 縱橫未彈出 再由左路的鄭敏榮寶射成3比0 亦是去個人今季第一個入球 接著去到60分鐘 李嘉仲交個漂亮球 被李康廉射入今場第四個入球 看 康廉這個慶祝動作就是告訴大家 一球未夠的 82分鐘 落迪股斯傳給左路的李康廉 輕輕鬆鬆就完成了 這個入球已經是康廉 今季個人第九個入球了 真是fit 86分鐘 東方龍師一次右路角球攻勢 趁著對方未能及時解圍 最終由迪高門前射入 將比數擴大至6比0 臨完場前 李康廉右路開出角球 落迪股斯透脫盈頂入網 東方龍師最終大勝 港會7比0 打響頭炮 主教練牛丸 陳婉婷賽後就說 在15號銀牌決賽之前 拿到一場大勝 對提升球隊士氣 非常有幫助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和富大埔主場鬥李文流浪的比賽 這場是上季效力中甲新疆天山雪炮的港隊代表 伊達回流港超之後的第一場比賽 這位36歲攻擊球員仍然補刀未路 在這場比賽搶了風頭 6分鐘才有王威右路底線 傳給門前的中村友人 可惜後者未能成功把握 不過去到33分鐘就搞定了 中村友人交個好球給中路的伊達 再傳給左路的王威射門 大埔球迷打算肥優實接到球 正失望之際 球竟然慢流入網 接著去到50分鐘 王妖虎右路角球斬入禁區 由伊達投球頂成2比0 臨完場前 伊達佛球斬入禁區 又倒到投球頂成3比0埋債 不過贏球功臣伊達賽後就很謙虛地說 自己仍然未有十足的狀態 接下來會操得更加fit 之後就和大家重溫一場相當刺激的比賽 由彪津浩天在主場 虎山道運動場出戰九巴元朗 這場比賽仍然是27歲的 赤B楊次倫的告別戰 真是看頭十足 32分鐘 九巴元朗一次拔球攻勢 迪卡號斬入禁區 對顏六峰接役後拉一腳勁到十足的窩裡抽射 可惜角度太正 被標準浩天門將奧力斯擋出 之後去到上滿場的保持階段 標準浩天在禁區之外得到一個罰球的機會 由埃華頓注射中遠處彈入 門將彭之見都沒有負責 然後去到60分鐘 標準浩天有一次擺足反擊的機會 廖陪峰左路快放再傳中 套過手位再由埃華頓射成2比0 不過不開心得那麼早 62分鐘黃炎坤右路大腳斬中 雲迪路易頭錘破網追至1比2 連慶祝的時間都沒有 還馬上叫隊友趕快開球 這位塞爾維亞入球攻神 65分鐘在600點施展到掛 但竟然被門將奧力斯反應快撲倒 之後去到75分鐘 九巴元朗雖然有欺堅勞的射門被奧力斯擋出 但還有陳顯光衝前保重 射成2比2平手 令賽事形勢越來越緊張 最後去到保時階段 九巴元朗約8比號助攻 給雲迪路易嶺射遠處 修死今日表現相當醒神的門將奧力斯 協助球隊反勝3比2拿到寶貴的3分 傑子2017年首度出擊 就在主場旺角大球場應戰R&F負力 這場比賽其中一個焦點 一定是新加盟傑子的甘東進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重溫 開球短短5分鐘傑子就先開記錄 費難到左路全比新組射成1比0 他又要跳回拍開心舞 之後去到14分鐘 左路的卓耀角交給響加茨落底線全中 可惜楊之毅慢了一步 接著去到36分鐘 再有林柱基射入世界球 真是神仙都難救 這亦是Matthew今季個人費3個入球 41分鐘 這位入球功臣罰球斬入禁區 費難到頭錘頂程3比0 換邊之後入球繼續停不了 76分鐘林家瑋交個好球 被艾力士推入禁區射入空門 將比數拉開到4比0 不過他們還說未夠猴 88分鐘趁對方解圍不遠再整多粒 禁區頂的費難到起腳新組頭錘盈頂 雖然盈如拍到球 但都阻止不到對方入多粒 最終傑子以5比0擊敗對手 全取3分 現在就一起看看傑子主教練 朱志剛朱sir的賽校訪問 後防都是有穩定的作用 而且球轉手為功時他做得不錯 你認為這場是否流力出擊 準備下一場比賽 比賽沒有說流不流力 每一場球都有不同的形勢發展 這場球是開球初段入球 我們應付這場比賽沒有那麼吃力 下一場15號 銀牌決賽會對著東風龍師 你怎樣看這場比賽 一場決賽始終要落場 打到當時的情形是怎樣 演變怎樣 有甚麼特別事發生在比賽 決賽就決賽 一場過決賽 希望球員落隊一場決賽 他們把好東西都放出來 見到傑子鎮中裏面 譬如霍蘭道、林暑基等等球員 全部都好feel 對於選人方面會有些困難嗎 我都是按照他們不同的對手 還有他們的體能狀態 或者在比賽發揮 去理定他們出場的機會 誰打 看看積分榜最新形勢 傑子全取三分之後得27分 重返榜首 而踢兆一場的東風龍師 就以26分緊隨其後 至於九巴元朗和和庫大埔 就分別升上第三和第五位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接下來的賽程 1月15日星期日 將會有傑子和東方龍師合演的 高級組銀牌決賽 東網將會提供直播 各位撐本地球的球賣 記得下載東網APP看直播 還有大家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和東網的評述員互動溝通 講波經 歡迎到時去到我撐本地球的 Facebook專頁留言就可以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